去年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军事联盟》 而这部题材则是主要围绕的司马懿写的 人们在分析司马懿一家能够掠夺曹氏天下原因时 总会加上这么一句话 司马懿这老贼是真能活的 确实司马懿可谓是把所有能够趁势卫对手的人都给熬死了 那么自己也就没有任何绊脚石了 由此可见活得久 真的真是一个技术活 而当大家都在称汉司马懿能活的时候 殊不知历史上有着六位领军奇才 他们个个都是由拥有谋的大手子 却都一个比一个死得早 第一位过去病 23岁自从西汉还未建国以来 匈奴人就经常骚扰我国北方 一直到西汉第七位皇帝刘彻在位期间 这是匈奴人最害怕我国的时间段 因为这中间有着魏清和霍去病 除去魏清纳功劳 就当属霍去病最大了 根据汉书记载 霍去病带兵打仗 从来都不遵照古法 都是依靠自己的 越来打的 他最擅长的就是跑远路 绕的偷袭和打鱼回战术 可以说他乃是西汉的第一带兵奇才 只不过天不遂人 霍去病在23岁的时候 就因患重病而死 第二位孙策 27岁孙策因为在很多方面都像极了项羽 就好比样貌 性格 策略等等 所以被试人称之为小爸妈 孙策在老爹死了之后 他在原树帐内握心肠胆 直到后来彻底脱离了原树之后 便一捅了整个江东 由此可见也是一位少有的将才 不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孙策静在一次打猎途中 被载人按剑射伤 不致身亡 那年孙策方才27岁 如若孙策能够向司马懿活得那么长 那么江东可能会在他的带领之下完成一统 第三位 项羽 31岁项羽被世人统称为西楚霸王 能够立扛千金俱顶 项羽在和秦朝的聚落对战中 以破釜沉舟古地士气 创造出了五万人马 暴虐对方五十万大军 一生打步的圣仗更是多如牛毛 就单单论他以少伯多的众多战役中 秀足已见的项羽乃是一个超级大将 然而项羽确定在该下之战中输给了刘邦自吻了 那年项羽才31岁 倘若当时项羽要是听从了船夫的话 渡江返回江东 那么也是能够继续抢夺天下的 第四位 周瑜 36岁让若按照真正的三国史来说的话 周瑜才是赤壁之战中的主要角色 红明顶多是个配角而已 并且周瑜不仅擅长领军打仗 心胸也是大度的 并不像剧情里面说的那么狭隘 因为三国史里面记载他姓杜灰狼 乃真奇才也 但就是这么一个如此奇才 却仅活到了36岁 便死了 第五位 韩信 37岁自古有句话叫 韩信点兵 多多一善 韩信在众多军事家的心中 都是属于神一般的人物 像什么被水遗战 暗渡陈仓 都是他的杰作 就包括战神项羽都臣服 在了韩信的四面楚歌当中 韩信一生可以说从未败过 可惜的是军事虽处理的很妥善 但是在政治这方面确失手了 被宁臣销和狗贼设计诸了九族 十年37岁 第六位 柴日 39岁柴荣乃是五代时期的后周扛靶子 对于柴荣应该很多人都不曾了解过 但在历史上柴荣除了登基称帝之外 行军打仗也是非常超一流的 他三次征讨南唐 五次讨伐辽国 并且次次都是亲自出马 而且还都赢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带兵能力极强的皇帝 却在39岁的时候去世了 小编心中觉得 倘若柴荣不死 一统天下是迟早的事 哪里还有他赵匡议什么事情 当然这也仅仅是小编的见解 如若各位读者 还知道有哪些短命的旷世奇才 可以评论到下方吗 小编看见了 会为其专门学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